在这个影片呢 这个Marco5分钟教学 5分钟教学要教你们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Facebook 9月开始都一直改版 一直改版 改版过后 有很多update update过后 他就遇到很多很多人就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很多setting 很多方法已经改掉了 这样我这次呢 最重要是针对一个function来讲 我在课堂上应该是不够时间去carboard 这样我就在影片里面讲 然后就告诉 在这里告诉大家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post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叫carousel 或者corousel的东西 carousel或者corousel的东西 所以好像一个好像很多照片一起 好像gallery这样的照片 create photo album 你就不要贪心了 因为create photo是不能再做广告了的 所以你们自己要注意了 这样我们就要用photo carousel 这样的photo carousel 最好最好我就建议给那些同学是已经会了retarketing的 ok 会讲retarketing的 如果上了我的初级班过后 他还没有学更好的retarketing方法呢 这样他只能够用在people who like your page 如果你上过我的初级班的话 他一定明白什么是people who like your page ok用那种就可以了 so 讲carousel怎样用的呢 so carousel里面一click哦 在post里面去carousel 跟在app manager里面去carousel是不一样的 在post里面去carousel啊 他选一个destination url ok destination为什么 因为carousel现在要他强必性要你有一个website 如果你没有website的话 或者你没有landing page的话 他不给你用的 ok他不给你用的 so他强必性要你一个website 因为carousel最终最终哦 是吸引一群你的客户看到你这一个产品很有兴趣 他click里面的link去你的那个产品的website去购买的 他carousel最后的决定是这样子 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website的话 你就比较划算了 如果你没有website的话 够快想办法去做一个website ok 或者你来我的高级班 我叫你怎样去做一个landing page 也是可以 ok so 废话就不要讲了 继续进来这边 so 比如讲这个是我一个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基督教徒 ok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不是我的学生 他自己的教会的ecommerce website ok 跟宗教没有关系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 so 我的去这个website里面 我copy这个URL 我暂时来接用一些 ok 来做这个影片教程 ok so paste这里 ok so我就按 next ok 按了next过后 那个button过后 那个键头button呢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ok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叫welcome screen 叫做welcome screen ok 其实 你觉得 我不要用这个了 不用紧的 因为最后最后的时候 是要打回你自己website的广告的 所以如果你要加一个一个照片呢 很容易的 去这里加就好了 ok 按这个就可以了 这样我就快快里面了 我去browse一点 他的那个照片呢 比如讲我要卖这个branket 我去screenshot下来啦 暂时我们来用几个就好了 而且我用四个就好了 我蛮喜欢 其实我不是基督教徒 我蛮喜欢他的 呃里面的accessory 因为他全部是沙巴州里面人手之座的 这边跟他买卖广告的 ok 我做了screenshot过后 做了screenshot过后 so我就拿到这个照片 ok 拿了过后 看到吗 他就出现在这里了 看到吗 啊 哎 我要打我要打这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很美 可能我要打这个 没关系的 我们可以按着你 可以换sequence 刚才开始就开始上这个了 因为很有可能 这一个 这一个 carousel 是打给那些已经了解清楚 你产品是卖什么的人 所以我不建议那种 你第一次广告 不是找retarketing的 你就下这一个carousel 不会讲很有效 因为基本上他的版面 他的设计不是很美的 ok 他那个方法设计 整个carousel 那个格式 他是整个目标 是要让那些已经看过你产品的顾客 再次给他看回他们之前看过的产品 在英文我们叫DPA Dynamic Product Advertisement ok 最终要是这样子 所以版面不是很美 但是他可以给你放多个产品的 ok 我们继续再讲 这样子 如果你要换 如果我按这个 按这个照片 他会连去你的 website 这样子怎样玩好呢 不要这个实际家 这个产品这样美 所以link呢 我就当然不是要link来自你了 我要让他link进去 他这一个 这个是ecompt website 如果你有ecompt website 你就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link去这一个产品 ok 这个是购买的 整个产品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们有学过我高级巴 你们有学过什么是landing page 如果你明白什么是landing page 或者也是也在用这个google form的话 这里就是你的google form 这里就是你的landing page 我就把这个url我先copy 然后放过来 这里 就这样 就是说 他一click这个照片 他就去这一面 他就去这一面 这个很重要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要废话多了 他一click的话 他就去这边买 ok 如果你有知道什么是pixel的话 他经过这一面 pixel也是给我抓住了 ok 所以这里啊 这标题你可以换咯 当然 你可以用你美丽的稳按手法 ok 如果你可以用你美丽的稳按手法 不然的话 就 就 没有办法啦 的话你自己放回他的名字就好了 这样我就 打回这个名字就好了 是 是 不 是 你的中 是 不 我打错了,但是这样子了 如果你有文案你就写了 所以你打在这边 将第三章与此类推了,就加了 加另外一个了 他就到底可以加多 之前没有改版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加到10个 我可以加到10个 就是9个最后一个是你自己 website那个home screen的 你们看那个mailcampage 我试试看我们能够加多 那里面的内容我都没有加了 我就快快的 因为主要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他是可以加多少个 最好你的图片就用四方形是比较好了 因为为什么四方形 大家有个知道 它的size刚刚好fit的 如果你用长方形 我的形状不是讲很好的 不是很fit的话呢 这样你的图片可能present到不是很完美 所以Facebook 我又跟大家慢慢会分享 因为Facebook越来越 就越有很多规格 为什么他每个月 接近每一个月他有做一点改变 因为他最终最终 是让你不想不容易的出广告 听着啊 不容易的出广告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你做有水准的广告 有水准的 因为慢慢的会Facebook广告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Facebook的话他也是要做一点控制 他不想你们花这样段时间去做一些不好的广告 还是跟老样子 还是个老样子的啊 他没有给你再多 你看我再click十张啊 我再click啊 哎 还可以放哦 你看哦 再来啊 试试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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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他还给我放超过十张 OK 订阅试看 to upload the multiple period We can only show up 10 images OK 十张啦 啊 则没有办法啦 啊 Facebook最近啊 是越来越零射了啦 So Album不给你放啦 那里面给你max放十张呢 所以十张也是正常啦 因为在我的建议呢 我就讲 尽量这种carousel呢 你不要用超过六个product OK 六个product so 因为超过六个product呢 就会比较闷 OK 比较闷人家不会看这样多 最重要是 都是五个啊 六个就好了 OK 如果你发现好像有同感 好像有同感 你会发现到你上过Muda La Jada Jarola 甚至淘宝啊 你上了过后 你没有立刻购买 对吧 每个人我都没有立刻对买 没有立刻购买的时候 有些有啦 比较少 这样子 你有购买的时候 啊 这样就好事就来了 过后啊 你就每一天在你的Facebook里面 在你的其他地方 看到那些你之前看过的那种product OK 基本上Google也是可以这样做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 如果还要加速一点的 不用卖而已 我做了那个钱很贵 我每一天五块钱 做了很贵 你想要卖多一点的 OK 上午的课 做什么是tag product 再tag一个product 给了 哇 这样的话 你的东西就肯定滑了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tag product 你一定要开这个shop先 因为你一定要开shop的 如果你没有shop的话 就开不到这个东西了 上个我初期班都知道什么是shop 所以那些还没有人在初期班 或者自己以为是懂一点点出广告 不用上初期班了 你们要来初期班了 因为初期班是一个 我的课程里面的foundation来的 OK 我是建议你们来上先了 OK 做啊 做完了了 这个post原本就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post原本就是这样子的 做完了这个 这个post OK 做完了这个过后呢 这个是在post里面呢 你每一个post一定看到咯 就这样 page里面一定看到这个post 对吗 这样如果在ad manager里面呢 那你不是很想 不是很想每一个顾客 都看到这一种carousel 因为可能你的carousel很多 如果你dpa做很多的 比如讲mudda是很多的 对吗 因为mudda是知道 你看哪个 看过哪辆车 看过哪个衣服 看过哪个电话 他就用回那个product 就会给你的 如果你的page里面有1000的product 你不是要做好像最少有100个post 对吧 所以人家看到来全部是carousel 其实不是很美观的 OK 不美观的时候 最好就讲 我可以出这个carousel广告 但是人家进到我的page里面呢 就没有看到carousel广告 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拿来这边一下啊 这样子的话 我就去create ads里面 我在ad manager里面出carousel OK 在ad manager里面出carousel OK 我选traffic 我选traffic 所以有traffic里面 OK traffic里面 这些audience那些我不要讲了 我assume大家懂了 再讲的话我口就臭了 自己去摸索了 最后format这边很重要了 format这边呢 因为 因为 traffic 它给你选这个create new ads 所以基本上你create new ads的话 你就出的广告哦 人家就在page里面找不到 OK 人家的page里面就找不到了 so 就一定是广告那边才看到你的东西 啊 这样你的话你的page里面 不是全部carousel了 so 只是出现在广告那边不了 我click click 那这边做的方法 跟那一个 刚才page里面做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接近 OK 当然是简单的 我们就是用manually manually是最好的 OK 就这样 我 我要 上 课 现在 我 没有 没有 没有这样的idea 想文案啊 随便打几个字就好了 so website url 这边呢你就可以加照片了 OK 照片的话你自己可以upload上去呢 或者你之前 我之前懒惰了 我已经在image gallery里面有了的 我就用回这些照片就好了 OK 你们可以自己upload OK 那你可以crop image呢 来看这个汉堡堡的方法这边 因为可能这个照片你自己有design了的 OK 这样就非常好 so title是这里呢 你可以自己玩嘛 OK so description的话 那他这边跟post不一样啦 他比较gank一点哦 这样 i want to 看 保 保 OK 那他在这边呢 如果建议不要太长了 因为为什么 我都跟你讲过咯 这一看这个广告的人 他一定是认识你的产品 是retarketing ad retarketing ad 不要讲样东西 OK 直接这个东西 汉堡堡你要吃吗 你要买吗 直接url放这边 OK 不要讲好像这个的case 我应该是放这一个url嘛 不是放kkrconline.com 是直接specific on那个product的 OK 如果是餐厅的话 啊 餐厅的话要怎样玩呢 做餐厅的朋友 当然是直接去他的contact page contact info OK 做reservation OK 可以call到他的 或者这边你可以放whatsapp的link 也是可以 可以做地产的朋友 最好的话 他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地产过后 的广告过后 你直接出这个carousel给他 tap a tap b tap c tap a多少钱 tap b多少钱 tap c多少钱 有兴趣的一click这个link 这个link 去哪里呢 去你的whatsapp最好了 啊 我在课堂上里面教你们用whatsapp 简单去谈个的 OK 我也不要讲多了 所以这个集中在carousel那边 so 这样子夹下去 OK 这样子夹下去 按这个learn more button 就会跳来这一面 OK 如果你只要加product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子夹 一样这样子夹 尽量加那种比较简单的照片 不要很复杂 不要特地找一个designer design到整面a4这样的东西放进去 太复杂不好 facebook app我个人认为 越简单就好 OK 也是可以加10个 拿鱼齿类吞 你可以这样子夹 继续夹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讲这个fill template dynamically from a product set 这个东西比较advanced 也是针对那些有e-commerce website 的人 OK 有website跟e-commerce website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广东话讲 比较jokso 怎样讲最后jokso 你click这边看 所以你click这边看 你就看到他很多 因为他这边 他会问你哪个website 哪个website的东西 你click 他直接detect到我这个store 因为我这个学生呢 他已经有add去我的store里面了 一定要product 看到吗 这个当然你找 刚才跟你们讲咯 那一个page的shop 你要create先 你create page的shop 就会有 它自动会跟你放那种product下去 看到 它自动放的 OK page的shop 你们要就是这个 这个shop里面要有东西 这个我会在课堂上教你怎样放的 这个page的shop里面要有东西 他这边就会出来了的 OK 他这边就会出来了的 这个我看 他KKRC的shop 是不是一样的啦 不要讲我又骗你们了 因为这个学生呢 他就很具体的 全部的shop 全部的product全部丢进去的 看到吗 那 又为什么facebook这样子 所以facebook不给你用album出广告 就这样 因为他要逼你用这个shop OK 所以他做 他做很多啊 很多function 是给你用这个shop的 因为好像这边 就是select你的shop KKRC OK 有KKRC 有这个detect 到有website 有这个shop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如果没有的 没有了啊 很多朋友没有了 不止有landing page 吧好的 你有google form 吧好的 你就不要用这个advance了 啊 最后最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 已经是 讲完 差不多讲完了的了 那如果是没有那个e store 我知道上我课的朋友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同学 学生 他们不是每个人有e store so我每次都这样子讲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可能的话 就投资一个e store 无论是外面的租的e store也好 或者你自己create的好 当然如果很多人讲不是create 自己create的话 资本就比较大了 可能你要用一个可能整万到两万 才能够set up一个e commerce website出来 但是如果在外面那种 建议外面那种其他 我不要讲那个website啊 很多人知道了 就是什么什么store 什么什么website 你每个每一年给一次租金 给他 你就可以很快的 拥有自己的e store 那种东西 so那个东西呢 是很很快的给你 我们讲广东话讲 很快给你hoi tong 可以hoi tong卖东东 你不要再等 等你 如果你要做网卖的话 我觉得快快用那种先 ok 如果你自己做一个website出来 要hosting 因为你不是technical的 你是IT的人 就可以了 你不是IT的人 就我觉得有点困难了 用那一个比较快些 ok so 讲回这边了 如果最后的话 你没有这个e store 怎样办呢 你要在traffic里面 出这个carousel 按回去manually就可以了 按回去manually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page里面出这样子 一张照片 一个URL 一个照片 一个URL 这样子来做 ok so 这个影片 讲完了 ok 我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朋友 而且就应该是帮助到很多人 ok so 我会继续一有时间 一有想讲的东西 想教的东西 我就会继续制作这个影片 来给你们 ok 你们可以继续subscribe我的page 或者是 我在youtube里面也是有类似这样的影片 你们可以去找一找 你们可以找mark wall training mark wall training 就会找到我的东西了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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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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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